各位族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场年期第28主日 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吗? 是否会不自觉地为世俗的种种牵绊和捆绑呢? 让今天10月13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世俗的依恋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至三十节 那时候耶稣正要启程时 跑来了一个人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善师,为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 除了天主一个外 没有谁是善的 诫命你都知道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欺诈 应孝敬你的父母 他回答耶稣说 师父,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你去 便卖你所有的一切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 背着十字架 跟随我 因了这话 那人就面带愁容 忧郁地走了 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耶稣周围一看 就对自己的门徒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孩子们 仗势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 是多么难啊 骆驼穿过针口 比富有的人 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他们就更加惊奇 彼此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 耶稣注视他们说 在人不可能 在天主却不然 因为在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而跟随了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 为了福音 而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姐妹 或母亲 或父亲 或儿女 或田地 没有不在京时 就得百倍的房屋 兄弟 姐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连迫害也在内 并在来世 获得永生的 感谢天主 按照圣医纳觉 灵修 人生的第一原则 和基础是 人受造的目的 是为赞美 崇敬 侍奉我们的 主天主 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 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为人而造的 为帮助他 追求他 所以受造的目的 结论是 对于取用事物 常该看自己 受造的目的 他们能帮助多少 便取用多少 能够妨碍多少 便放弃多少 因为天主 是人的最终目标 而受造物 即便再美好 再动人 也只不过 是达到目标的工具 方法 我们不该对他们 有不恰当的依恋 今天 耶稣在福音中 告诉我们 这些容易 让人依恋的东西 房屋 或兄弟 或姐妹 或母亲 或父亲 或儿女 或田地 不单是物质上的东西 也包括 更难舍弃的关系 感情和自我 是反省 曾几何时 你的生活 被一个嗜好主导 被一个潮流牵动 曾几何时 你的情绪 被一段感情主导 被仇恨牵引 让你无法自在地生活 曾几何时 你死守着自己的计划 愿望 梦想不放 即便它已明显 在损害你身边的人 甚至你自己 被受造物奴役 我们失去自由 失去自己 这时候 让我们祈求恩宠 回归人生的第一原则和基础 求天主再次用祂的爱 征服我的心 让我们有力量 从奴役我们的受造物中 重获自由 耶稣没有要我们厌恶受造物 但却要辨明什么是目标 什么是方法 而愿意为了祂 为了福音 舍弃其他受造物 你做得到吗 请品尝圣言 骆驼穿过针孔 比富有的人 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 活出圣言 反省你每天 花最多时间 在什么世上 它是否让你靠近 或远离天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吸引我 别让我身心灵依恋 那些无法带来永恒的 幸福的事物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